随着时间的推移,王俊凯的野心浮出水面,被评价唱歌不行,他干脆全开脉轻唱,为说演技不够好,他登上演员的诞生,李冰冰都感慨他的胆量,他曾说,梦想达不达到没关系,需要追求梦想那股劲,他想赢还不怕输,凭着这股憧憬,2017年,他以438分的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录取, 鼠部独挑大梁的作品《天坑英烈》取得豆瓣7.6分的好评,参加真人秀中摊厅,进一步放弹了他的魅力,他可以绅士君子,也能够搞怪机灵,面对惊人的不足,他敢于在前辈面前指出问题,又守无好大家的关系,简直是完美的化身,然而他的一句话不小心透露了他的内心,他玩笑地说,跟大家在一起怎么能不开心,随即改口,跟大家在一起自然就开心了, 他不自觉地充当朋友间的调和剂,不自觉地对人释放自己的善意,人群中粉丝的手机被挤掉,他下意识地就去剪,被保镖拦住才没剪成,粉丝摔倒了,会确认没事才会接着走,活动结束主动给工作人员递凳子,粉丝送的信读完后,他会一丝不苟地整理起来,曾经和景田一起做活动,景田椅子坏了,王俊凯提出把自己的换给他,为人生活还是很节俭,出门里一个七十罐的头发,都觉得太好, 太贵,不想捡,理发师认出他,想给他免单,王俊凯都拒绝了,他是队友心里最会照顾人的大哥,给千玺系携带,做游戏让队友踩在自己的肩上,王俊凯曾经非常骄傲地表示,自己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,也曾十分怀念地讲述同年和母亲发生的趣事,家庭带给他温暖的回忆,也让他长成一个暖心阳光的千千君子,他的光芒不刺眼,反而治愈人心。 感谢大家